阿刺 阿刺 小姐 你跟我说话 你是 我姓荣 荣 我们见过面的 你不记得了 上海火车站 简直太像了 你刚才讲的那个故事 你是故事的男主人公吗 你想知道答案吗 一起喝杯咖啡 为什么不呢 你得罪谁了 每次碰到你都这么倒霉 我身边是这样 化粮又是这样 你以为我想 说不定是冲你来的 冲我 呸 闭嘴吧你 走不走啊 走 走啦 你慢点 慢点 小姐 干嘛 干嘛 我教育你 你这个倒霉鬼 感觉我动手动脚的 我哪动手动脚了 我是看你脸上有灰 想帮你擦擦 真是好心美好抱 就算我脸上有灰 我也用不着你管 好 我下次绝对不管 还有下一次啊 你不是要跟我一起喝咖啡吗 本小姐改主意了 不去了 不想知道蝴蝶重生的答案了 不想 因为我再也不想见到你这个倒霉鬼 女孩子 别把倒霉挂在嘴边 小心倒霉会传染的 传染 你笑什么呀 按照您的命令 我们已经开始实施一系列行动 威胁如初和荣家四一态 一起交出雷霆计划 下一次是 知道了 知道 大姐 有什么事吗 刚才啊 忘了牌友打电话 说咱家阿初呢 我说他可张狂了 最近啊 到处都是他的新闻 什么得奖了 出国了 包括他被误抓又放了出来 那些报纸啊 都在替他说话呢 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他到底存在什么呀 那什么新呢这是 哼 我看哪 你这是多事 这报馆不是咱们荣家开的 人家想登什么就登什么 这阿初呢 正符合他们的口味 那他也该捡点 避嫌呢 他到底是个来路不明的人 你看 他吃的穿的用的 哪样跟大少爷不一样啊 人家外面不知道底细的 还当他真是咱们荣家的小少爷呢 还给个什么 什么博士头衔 我们大少爷 我们大少爷是什么人呢 我们大少爷心地善良 不去争那个名呀立的 有朝一日 那个阿初要是得了志 那还不活生生地把咱荣家给吞了呀 你胡说什么 人家不必嫌正所谓君子坦荡 是 再说了 一个在国外获奖的留学博士 为国又争了光 在国内呢 报纸上正大光明地给登一登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